台湾自行车产业享誉国际 品质设计屡获肯定 台湾单车展日前在新加坡举办说明会 观光局驻新加坡主任谢长明表示 希望借由新国在东协的枢纽地位 进一步拓展台湾自行车的外销商机 我想新加坡是整个东协 这整个地区的一个交通的枢纽 那我们最近也不断的在拜访一些 新加坡当地的自行车零售商 或者是自行车制造商 那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的整个的贩售点 是不只在新加坡 它是遍及在整个东南亚的 外卖协会指出近年来台湾自行车产业 因为受到中国大陆大量且评价竞争 已将零配件组装等上中下游的产业 组成A-team 期盼透过协同合作提升设计能力 展现宝岛自行车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在这个东协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包括新加坡也有它的转口的功能 所以我们实际上觉得就是说希望新加坡 这个自行车的业者能够到台湾来参观 我们的台北国际自行车展 那透过跟台湾厂商的合作 将这个台湾的这个优质的自行车 不仅是供应到新加坡 而且透过新加坡厂商的协助 供应到这个东南亚国协的这些市场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说明会一共吸引30家新加坡业者参加 对于台湾自行车产业现况 也展现高度兴趣 希望明年能到台北参加自行车展